大家好,今天用莲藕给大家分享一道特别好吃的做法 我们平时在买莲藕的时候 经常买到这种里面带有泥土的莲藕 这种莲藕清洗起来特别的麻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清洗莲藕的小技巧 首先我们将莲藕去皮 去皮后把它切成薄片 看一下,切开以后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的淤泥 甚至还有很多葱兰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下午前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将淤泥和葱兰清洗干净 我们把切好的藕片放在一个大碗里 加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粘藕 加入一勺食盐 食盐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再加入几滴白醋 白醋可以防止藕片氧化变黑 再加入一勺面粉 面粉可以有效的将淤泥和葱兰吸附出来 将它搅拌均匀 放一边浸泡三分钟 时间到我们再将它清洗着腻 这样清洗的棉藕吃起来清脆不发黑 看一下我们的棉藕已经清洗得非常干净了 准备适量的大餐 准备适量的大餐 拍碎切成末 放入碗中 一块生姜切成片 切成丝 再切成末 放入碗中 适量的小米椒切成圈 放入碗中 最后再切点葱花 放入碗中备用 锅中水盛开 加入一勺盐 少许的白醋 把棉藕倒进去焯一下水 加入白醋可以防止棉藕氧化变黑 焯水一分钟 撈出 过一下凉白开 这样鲁片吃起来口感才会更清脆 然后控干水分备用 起锅烧油 油热后倒入刚切好的香蒜末里面 激发出香味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盐 一勺白糖 两勺生抽 两勺白醋 搅拌均匀 搅匀 搅匀后倒在莲藕上面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一道美味的凉拌偶片就做好了 酸辣爽口开胃下饭 喜欢这家试试吧 这家试试 这家试试 这家试试